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器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平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講講一個 一個很勇武的歐洲小國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現在又開始 新任了,為甚麼呢 他們就說 哎呀,現在我們和中國關係不好 中國迫白我們 立陶宛其實 亦都做了一件事 令中國 不開心的,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距離北京 東季奧運會還不到100天之仔立陶宛 從總統到體育部長都宣佈 是會對北京東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的 他們就說 哎呀,因為我們向他們進行外交抵制 所以他們就迫白我們了 有甚麼事情迫白呢 他們就說 北京現在開始反制了 就說 中國 海關 就將立陶宛的 名字移除了 貨物就沒有辦法清關 立陶宛政府 求求歐盟幫手 集體反制 北京,你說肯不肯呢 集體啊 即是採你生胱果 你說肯不肯呢 你的貿易量只有2.5億歐元 即是出口到中國 歐盟 其實 是雙虎雙成的 歐盟跟中國的貿易量很大 集體反制 即是為了你那2.5億歐元 而且在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會不會完完全全跟中國說 我不做你生意呀 哦 應該不會啦 不會啦 那 你看 這個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就是見了立陶宛總統 他又好像 美國佬那樣 撐這個立陶宛 就說 立陶宛相當勇敢 那 找你做爛頭出 總之有什麼呢 歐盟其他國家不敢說 就找你立陶宛去說 當立陶宛做出勇敢選擇 特別是 跟中國 之間的 關係 導致壓力和雙邊後果的時候 歐洲人必須互相支持 你同聲 一氣地回應 你法國佬 就 經常都勸歐盟 不要跟中國撐得那麼幸 可能又找立陶宛出來做爛頭出 有什麼 找這個傻子啦 有什麼我們想說的 就找他講 之後我們就做和事佬 到時 法國又可以出口多些東西去了 法國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 立陶宛是沒有 市場給你佔有的 不同澳洲 澳洲都出口多少東西到中國 日前這個立陶宛總統 魯塞達 就見過 法國總統 馬克龍 他就說 當 法國讚揚我們勇敢的時候 我更加堅決了要外交抵制 就是中國北京冬季奧運會的決心 差兩句 真是搞笑了 魯塞達也說 不會出席明年二月 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 他們外交部長 這位 蘭斯貝爾吉斯 亦不會參加 別人也不太願意 少國家參加 他亦都說 據我所知 立陶宛政府其他官員都不會 參加 立陶宛的 叫做 體育部長都說了不參加 最初就是他所說 立陶宛亦都是 議會 17名議員 聯署寫了一份 請願書呼籲總統 和其他政府官員 外交抵制 這個總統聽你說 但是 又好像 說到說不在乎 現在就好像在乎 現在我們很慘 被中國逼迫 生意不能做 你之前說不在乎 其實我不明白 你明明說不在乎 現在說他把我們 除名 連那兩億多歐元都沒有 好慘 現在又向歐盟求了 其實你的邏輯在哪裏呢 你說不在乎中國 和你做那些小小生意 現在又叫歐盟 你幫我拿回名額 若不然我不能做生意 可能他會 鬥一鬥說 我為了公義而已 我不在乎 不可以隨便 誰都可以 被你制裁 不行 我是公義的 你對 現在我們是幫全歐洲爭取權益 不是我自己 可以這樣說 立陶宛 他們說 我們部分企業 對中國的出口 在於挑戰 立陶宛 有個網站 引述一位 木材出口商 全部都引述的 未見過這個人 就說 在中國 貿易夥伴 沒有辦法 為他們近日到達上海的貨品清關 因為當地海關電腦系統 自從12月1日 就不再有立陶宛這個國家 實際 案例也顯示 貨櫃從德國或者其他國家 即其他歐盟國家啟程 但是只要有任何文件或者證據顯示 貨物和立陶宛有關 就沒有辦法進入中國的港口 這些全部是他所說的 立陶宛 產業聯合會主席 楊魯 維休斯 他亦證實 他所說的 我完全引述 中國將立陶宛 從這個 自貿地圖剔除 立陶宛商品不准進入中國 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我們 會向布魯塞爾投訴 即是歐盟 總部 歐盟執行 委員會負責國際 關係的發言人 馬斯拉利 他就說 歐盟現在正在了解 亦知道立陶宛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 歐盟剛剛收到立陶宛的求助 就說立陶宛的貨物不能通過中國海關 進口申請亦被拒絕 歐盟 歐盟正在 和 立陶宛和 歐盟 駐北京代表保持聯絡 看看最新的消息是怎樣 可能有更加多的消息或者澄清 我們等一等 歐盟 歐盟 又是放遠了 不是馬上發聲明說 我支持你立陶宛 不會啦 立陶宛認為 跟中國經貿的難題 需要 歐盟去介入 以及集體應付 外長 蘭斯 貝吉斯 其實昨天對媒體說 他計劃 下星期 在歐盟外長委員會當中發表 講話 他亦都說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 是掌握這麼大的權力 以及強大的經濟實力 之前你說不怕 哈哈 現在好像有點害怕 只要政治上他們有需要 他們就可以拉動一條繩 所有人 都可以根之起舞 即是說別人扯線公仔 如果是的話 那就扯了你去吧 你這個 辦事處就開不成了 所以所有人一定 是結成同盟 不過 我對這種 情況 他都說 不樂觀 因為 有些人總是 實在太現實了 難道好像你這樣 即是歐盟現實 歐盟會不會為你 幾百億歐元 甚至過千億歐元生意不做 這樣才不現實 這樣才不現實 當然是 他們說我們不想生活在這樣的世界 你自己選擇 當然現在什麼消息都不知道 中國是否真的 將他 在海關上除名 另外 立陶宛的外長也說過 中國 以這個 經濟 脅迫政治 現實中 甚至 是會 不准別人 跟 某些地方去聯繫 其實他可能知道台灣 說的是台灣地區 沒錯 他亦都說 中國表面上 是沒有灑手段 但實際有 現在都未證實 中國可能 避開世貿的約束 中方的作為 不過是再次證明了一件事 立陶宛必須 遵守 法治原則 但中國覺得你沒有 遵守這個一中原則 當然愛國就叫做一中政策 他亦都說 國際協議 自己的 經濟體 發展關係 要避免 非必要的風險 你沒有那麼多話說 就沒有那麼多非必要風險 頂你 你有沒有避免 你出口不了 中國大陸 就叫台灣佬 替你買光 就是了 頂 很簡單 台灣佬 甚麼都 多謝你支持 你看到 你是世人 台灣佬見到世人 甚麼都無法鬆 另外 立陶宛也說 是的 雙方 貿易量不是很大 幾億歐元 幾億歐元 你那麼緊張 好像很緊張 說回來 除了 我都說過 這個國家也是要根記 另外一個 東歐小國 斯洛伐克 他們 亦都宣佈 一件事 可能台灣容易 大馬Sir 他們 斯洛伐克 經濟部次長 就 明天 12月5日 將會率領代表團 訪問台灣地區 進行為繼五天的訪問 雙方 主要談甚麼 就是經貿 即是 再討論 再討論 你想想蔡政府 為了保持他的選票 或者 直接說為了騙選票 經常找西人 背書 也要花多少錢 又要多買些軍備 等待這些 東歐小國 來討論 因為要他們支持 又是要付錢 有甚麼合約 跟他們談談 怎樣都要有好處 不是人家怎麼會過來 怎麼靠你 是嗎 就是 台灣地區的 陸媒就說 斯洛伐克的 經濟部次長 加萊克 將會在12月5日到10日 率領代表團訪問台灣地區 屆時 他 將會主持首屆 台灣與斯洛伐克 經貿初商會議 今年10月 台灣地區曾發出 一個 團 考察團 我也有說過 就是 去了斯洛伐克也有去的 還有去捷蝦 也有去 波羅紀海 即是波羅的海三角 但就不是一起去的 雙方 討論了技術和供應鏈 科研貿易 還有投資等等 議題 亦都說會加強合作 包括 你和斯洛伐克 說電動車 太空科技 蛤 入壞 真是好看得起斯洛伐克 對呀 沒錯 還有智慧形城市 中小企 數位化 觀光 科學園那些都可以 電動車 太空科技 有些過頭了吧 會不會是太小的地方 比較容易推行 我忽然想到 但他有什麼賣給你 我想問是斯洛伐克 不知道 對不起 另外 吳祖舍 台灣掌管的外務 Joseph 吳祖舍 吳祖舍 主理外事 人兄 10月份訪問了 斯洛伐克和捷克 捷克也有 科技 也有名車 有些科技 斯洛伐克 真是不知道 你之前還去 立陶苑 那些地方 真的有些難度 另外台灣地區 捷克 共和國 和斯洛伐克 又說得很厲害 吳祖舍 因為 天鵝勇革命 以及 民進黨以前搞的 野百合花 學運 很相似 所以 我們 同樣是渴望自由 人權法治 有相同價值 講來講去 就沒有其他貨賣 強點 團結令到我們勢不可擋 因為我們有良善的力量 常說良善 他們不是說善良的 善良的 脆脆 沒錯 另外我們看到 立陶苑 捷克和斯特佛克 同時都是歐盟成員 北約成員國 但也是在討論的 美國來 北約付錢 行不行 所以這些 但是沒有 就是沒有錢 所以現在轉去台灣地區 對 因為 這些是中國大陸不會看上來的 請問 有什麼可以賣? 不知道 斯特佛克有什麼出名 也是打籃球 打籃球我也知道 也有些工業的出口 製造業之類的 應該是 好 看看歐盟會幫他 又說不在乎 現在又好在乎 只有港幣 有錢你不想賺我就不相信 好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